科威特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 意味建在水边的堡垒 从历史上看 当今科威特的大部分地区 是古代美索布达米亚的一部分 美索布达米亚人于公元前2000年 首次定居在科威特的法拉卡岛 科威特湾是迪尔蒙文明的发源地 该文明被认为是中东最古老的古文明之一 根据部分学者的推测 苏美尔人是迪尔蒙伟圣地 该文明所流传的迪尔蒙花园天堂传说 可能是伊甸园故事的原型 1922年 并是提出伊甸园位于迪尔蒙文明境内 科威特很可能是浇灌伊甸园的 比雄河的原始位置 到了公元前2000年中期 印度和流域文明突然神秘崩溃 迪尔蒙文明自此开始衰微 差不多与此同时 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也走向了衰亡 迪尔蒙因此丧失了 作为美索布达米亚 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 之后法拉卡岛迎来了卡西特人 在新巴比伦帝国时期 巴比伦国王曾在法拉卡岛居住 因他长期不再独城巴比伦居住 这导致了正式的荒废 新巴比伦王国存在了不到100年变灭亡了 此后 科威特湾在经历了7个世纪的荒废后 被阿契美尼德帝国统治 到公元前三世纪初 亚历山大大帝的舰队曾实敌此地 古希腊人将科威特大陆命名为拉里萨 这是科威特首次出现在文献上 此后 科威特分别沦为塞流谷王朝 帕提亚王朝和萨山王朝的属地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 许多阿拉伯游牧部落从阿拉伯半岛 前往两河流域的途中曾在此逗留 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 科威特成为波斯湾的一个造船中心 当时控制科威特一带的哈利德部落 建立了一座要塞 自科威特建成以来 大部分居民都从事珍珠捕捞工作 18世纪初 阿拉伯中部的内置地区接连遭受严重干旱 该地区的部分部落被迫迁移到海湾沿岸地区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萨巴赫家族的组长 萨巴赫本贾比尔 于公元1756年建立了科威特酋长国 科威特酋长国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 实际上仍保持独立 到了公元1896年 谢赫穆巴拉克宣布取代他的兄弟 成为科威特的统治者 事件发生后 穆巴拉克请求英国保护 1899年 英国迫使他签署了一项秘密条约 条约规定未经英国同意 科威特君主不可将土地给予他国 随后 英国又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协议 奥斯曼帝国承认科威特是在英国保护下的独立国 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 科威特因其经济繁荣 被称为波斯湾的马赛 在19世纪中叶 马匹贸易占据科威特对外贸易的重要位置 进入20世纪初 由于世界经济萧条 科威特的区域经济重要性大幅下降 在20世纪初 来自沙特内治地区的30个家族 组建了科威特的精英阶层 他们通过长途贸易 造船和采竹获得财富 与其他海湾阿拉伯精英相比 他们更具开放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于科威特统治者支持奥斯曼帝国 因此英国对科威特实行贸易封锁 这导致了科威特丧失了国际贸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利亚德的君主阿波杜勒·阿奇兹 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取了哈萨桑贾克地区 这使内治酋长国成为了科威特的邻居 其后双方爆发了战争 内治酋长国对科威特实施了 长达14年的贸易封锁 这对科威特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些商人在1930年代初 选择离开科威特 其后一些反对英国的科威特青年 主张与伊拉克合并 1939年该运动的支持者 在科威特发起了武装叛乱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 这场运动很快被平息 此后 科威特正式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1946年 科威特成功开采了石油 到1952年 该国成为波斯湾地区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1961年6月 科威特获得了独立 其后 科威特成为海湾地区最发达的国家 巨额石油收入 使许多私人拥有可支配的大量资金 这些资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引发了股票市场的投机热潮 鼎盛时期 科威特非官方股票市场市值位居全球第三 非官方股票市场在1982年8月迎来崩溃 紧接而来的油价下跌 造成科威特财政的进一步恶化 20世纪80年代 科威特又遭遇多起恐怖袭击事件 这直接导致科威特科学研究部门遭受重创 两一战争结束后 科威特拒绝了伊拉克免除其超过140亿美元债务的请求 在科威特将其石油产量增加40%之后 两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接踵而至 之后 伊拉克向石油输出国组织投诉 声称科威特通过倾斜钻探从伊拉克边境的油田中窃取石油 1990年8月 伊拉克军队毫无征兆地入侵并吞并了科威特 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后 科威特平民发起了武装抵抗运动 在一系列失败的外交谈判之后 美国领导了一个联盟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海湾战争 在代号维沙漠风暴的行动阶段 联军成功驱逐了伊拉克军队 伊拉克军队在撤退时实施了焦土政策 点燃了油井 1991年3月6日 海湾战争结束 科威特君主贾比尔等政府官员返回科威特本土 2005年 科威特女性获得了选举权和参选权